王妃 齐帕 你愿意嫁给我 成为我的王妃吗 我愿意 没错 我的确 怀了孕 大王 你马上就 登 登跌了 当真 他真在热情高涨地准备此事 是啊 上善局的人都在疑问 准王妃对大王的用心 大家也对准王妃改观了不少 看来 是本王多虑了 这话本子上说得没错 女子说不要 就是想要 说拒绝 就是想要更多 不过 听上善局的春儿说 公主做的菜肴 橙色品味一般 奇葩 身为异国公主 她肯亲自做汤羹 以实属不易 更何况什么橙色一般 说不定 味道极佳呢 大王今晚宴请后 可独留公主说话 到时候就可以抓紧时间 不可 话本上说了 得一人心 需细水长流 以心动之感之 徐徐徒之 不能急于一时 本王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行 大王 属下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大王少看点画本子吧 我这就吩咐下面 为今晚的晚膳 做好万全的准备 大王 告辞 这桌佳宴叫做 十全大补宴 大家快尝尝吧 我听说 画兽族 有准王妃 因为厨艺不佳 而失去大婚资格的故事 我希望大家 今天尝了我的厨艺之后 公平公正地说一句 千万不要 迅思舞弊 耽误了大王啊 这太好吃了吧 公主 你真厉害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 这种卖相怎么可能好吃 蝴蝶 我知道你是一个最懂事的人 快别吃了 说句公道话 快大力地批评我 好吃 你怎么可以连做菜都这么好吃 气死我了 怎么样 好吃吗 话本上说 话本上说了 得一人心 虚细水常流 以心 冻之 感之 徐徐图之 不能急于一时 好吃 好 其实呢 我们大夏大婚 还有自己的一个规矩 那就是大婚前 新娘给新郎做的每一道菜 都要通通吃完 全部吃完 没错 不然就会视为南方没有诚意 这婚也就结不了 好啊 大夏的规矩 果然新鲜 大王 请用膳吧 我这就去禀告大王 你 没想到她不问事情的原委 就如此武断地下定论 我这就去向大王解释 怎么能连累了姑娘你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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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习惯了 这位小美女啊 她哪儿哪儿都好 就是 就是脾气暴烈 不过呢 我还是挺喜欢她辣妹的这个劲儿的 辣妹 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和姑娘聊了这么久 我还不知道姑娘你是谁 方才蝴蝶副统领为何说你身份不明 不知姑娘是否方便透露你的方名呢 这个好说 我叫奇葩 是来自大 不重要 现在的身份暂时是你那位大哥的准王妃 虽然我是不会承认的 你当真看到景慕憨和奇葩在一起 千真万确 二人正在御花园交谈 被我抓个正兆 景慕憨曾经蓄意谋反 如今虽已反思五年 恐怕依旧曾有担心 不用担心 五年前本王就削了他的兵权 五年以来 他还被寒冰所压制 功力大不如前 掀不起什么风浪 公 公主 别说话 我就是笨 现在不是有个现成的吗 武功又强 身材又好 长得还帅 还体贴 这简直就是完美男友人设的天花板呢 公主 我哪有那么完美 什么设在天花板 这是 你看 让一个男人放弃一个女人最好的方法就是 让他看到这个女人已经心有所属 完了 完了 公主这样下去可是会出大事的 原来释放妒际 想要害我们的人就是你 谁 谁要害你们了 你身上味道这么难闻 怕是你自己都不知道吧 是我们的榴莲 马将军 少废话 你又是何人 光天化日竟然身带武器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 化兽竟然出了你们这伙贼人 今天我蝴蝶就要为民除害 博蝶 什么情报 来得正好 这伙人身带兵刃 不用分说就动手 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明明是你先放毒气 毒我们的 你胡说 动住手 你从哪里来 你是何人 姓甚名神 你爷爷我战不改名 做不改姓 姓马名英雄 是大夏的将军 怎么样 尔等蜀辈 怕了吧 大夏 是不是奇葩公主 一直说的那个大夏 奇葩公主 你见过奇葩公主 好久不见 公主 怎么是你 马英雄呢 别装了 不就是你约我来这儿的吗 我猜猜 是 你在奎木郎那儿 待了太长时间了 发现 他根本不会怜香惜玉 还是觉得 我更好 你是不是疯了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敢对我无疑 我定不会放过你 哦 那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个不放过我 你敢拔我 王公贵女果然是勾眼看人帝呀 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嗯 放开我 哼哼哼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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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 哼哼哼 哼哼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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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哼哼哼 呃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想不到今天本公主 竟然会被一个人渣欺负 你受伤了 你一点点 你跟本王回去上药 那个人渣 本王会找人来处理 我 呃 公主 您又要去哪儿啊 我 我 您不会又想逃跑吧 大王说了 您不能离开王宫 怎么了 你不开心啊 柳娟大人 他可能有一周人了 哦 是吗 是谁呢 是你吗 公主 我都这么伤心了 您怎么还开我玩笑啊 好了好了好了 别难过了 我看那个柳君 成天到晚的 只待在奎木郎身边 他哪有心思 去处对象啊 柳大人 柳大人 哦 你找我啊 公主 我找红 红袖姑娘 哦 找红袖的呀 柳娟大人 您找我呀 这 这是 您所说的求婚 哦 这 这是 您所说的求婚 我没想到 你真的会跟我求婚 你所提的要求 本王都会尽力挽足 我 我奎木郎 这辈子除了父王 没有贵过任何人 但是我愿意尊重你大下的礼节 我愿意尽住 你愿意嫁给我 成为我的王妃吗 我愿意 你是说什么 我说 我愿意 马将军 这些脏衣服怎么这么沉啊 看把这两个士兵累的 你这个问题 问得好啊 平日里让你们多加训练 现在好了 丢不丢人 这么轻的箱子啊 拿不动啊 马将军 既然大家都累了 不然就让他休息一下再走 原地休息 哎哎哎哎 姑娘 多谢多谢 我看 不如 就送到这儿吧 你们回去还得巡逻 别耽误了时间呀 可是 其实 是因为 我想去森林里面 方便一下 你们要是都跟着的话 我就 我 好 不然 怎么就能是 这儿 你也不想去 你也不想去 你不知道我在这儿 小心 你没事吧 昆龙 昆龙 大王 送他回宫 是 等一下 公主 怎么了 这王妃身体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看她这个样子 莫不是 又让王寺 王寺 乃是王族大事啊 如果这王妃真是有孕 恐怕有损 王族血脉扶植啊 这事还没有定论 我们容后再说 三位长老误会了 其实我和 对 没错 我 我的确 你 怀了孕 这 我 大王 你马上就 登 登爹了 三位长老 我和王妃 的确早已有了夫妻之事 王妃怀孕已有月月 所以本王才如此着急大婚 那既然今天已经瞒不住了 本王就把话说明了 在这个时候贸然杀生 恐怕是不急啊 还有 我希望你答应我三件事 请说 第一 我们大婚之后 你必须释放李雄 还有马英雄等人 将他们安全地 带回大夏 好 不过本王 要先审问马英雄 知道他背后 是何人在操控 好 这件事我也想问清楚 第二 我们只是形式上的成婚 并不会有夫妻之事 好 还有 就是第三 三个月为期限 如果我仍对你无心的话 你便放我自由 你 你 你不是问我要真心吗 我可以试着了解你 但是 期限一到 我仍对你没有感觉的话 你总不能强迫我吧 好 本王答应你这个要求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